出身豪门,精通四国语言,慎似张柏芝,却为何还要拍三集? 出身豪门,精通四国语言,慎似张柏芝,却为何还要拍三集? 蓝燕七岁时父母离异,爷爷蓝景阳是高级工程师,上海水产大学高级教授,父亲曾担任过上海人民法院检察员,后成为物流公司老板,可以说家庭十分富裕。 中俄混血的她从小跟爷爷学习语言,精通中文,英语,俄语,日语四国语言,是娱乐圈不可多得的才貌双绝的女艺人。 蓝燕,1986年3月9日,出生于上海市,华语影视女演员,流行乐歌手,摩特。 关于年龄蓝燕自称13岁时便已开始演戏,但蓝燕的年龄问题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,上戏2004年进校的网上名单中并未查到蓝燕的名字。 2005年蓝燕参加航空小姐比赛时所报的出生年份是1986年,而2011年有网友在某论坛上爆出了蓝燕本人的身份证,正线上显示蓝燕的出生年份则是1990年。 2005年蓝燕因出演关锦彭指导的爱情片《詹恨歌》而正式出道演艺圈。 2006年,蓝燕凭借主演美国华纳兄弟影叶全俄与爱情片《蝴蝶之吻》而获得俄罗斯年度本土电影票房冠军女主角称号,并入围俄罗斯电影节年度新演奖, 从而也受到了欧美业界的关注。 同年,蓝燕签约香港成龙英皇影业并移居香港。 2009年,蓝燕凭借主演《江苏卫视》收视第一的民国剧《钻石豪门》而被更多的观众所熟知。 2010年,蓝燕主演了《天地姻缘妻仙女》等高收视率剧集。 2011年,蓝燕主演的古装电影《3D肉扑团之极乐宝剑》获得香港本土电影年度票房冠军。 蓝燕个人则凭借饰演女主角铁玉香而赢得高人气。 2012年,蓝燕主演了《湖南卫视》收视第一的古装剧《隋唐英雄》。 2013年,蓝燕主演的《悬疑片迷魂之密》是逃脱入围好莱坞中美电影《结晶天使奖》。 同年,蓝燕还获得了《MSN影响力胜典风上一人奖》。 因出演《三级片肉扑团而一炮而红的蓝燕》,不仅在戏中。 大胆,在生活中同样大胆出位,大胆公开自己的出业经历,称。 自己第一次是给了导演唐继礼,也是林心如的前绯闻男友, 而且说当时有点尴尬,所以大家彼此都不知道做些什么。 好,说到信头上的蓝燕直言他那儿很大,一碗三次,完,全没有什么避讳。 根据香港东方新的报道,貌似张百只的中国女性蓝燕, 透露四年前一位同学聚会认识唐继礼,两人第二次见面变照。 是约会,他来赖我钱,先到超市买菜,然后到他上海别墅。 他,家装潢不止全是白色,既浪漫又气派, 他说唐继礼承诺会暗中,帮助他, 但前提是不能公开两人关系。 2014年,蓝燕主演了金一蒙指导的喜剧片一路惊喜。 同年,蓝燕还主演了文艺片《蓝色金鱼》, 并创立个人品牌Crosite Barbie。 能够拥有如此雄厚的资产,除了他自己努力外, 跟他的家族不无关系。 据其自曝,他出身于豪门, 他的父亲曾担任过上海人民法院检察员, 现为物流公司老板,身价过亿。 你觉得他像张柏芝吗? 下图是张柏芝进照。